南韓演員朴信慧主演的多部電視劇都大獲好評 而前陣子剛播出完結片的皮諾曹 更讓她奪得2014韓國SBS演技大賞的奪享大獎 讓她的人氣再度飆漲 雖然朴信慧在多部劇中都和男主角有浪漫的愛情戲 但大家更好奇的應該是她在現實生活中的感情吧 朴信慧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及自己過往的戀情並表示 不知不覺做得挺不錯的 朴信慧也大方分享過往的戀愛感想 她說雖然現在沒有談戀愛 但之前也有過美好的回憶 她還提出自己對戀愛的看法 她認為戀愛不是兩個人相互喜歡就可以了 還要做出努力 而為了做到真的很累 朴信慧還自己曝料曾經因為男性朋友太多 而懷疑自己沒有女性魅力 對於婚姻朴信慧坦言自己是不會分省的性格 以前還想著早點結婚 但現在很忙自然就不會想這個了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如深輝 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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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